1月16日 在西雅图附近的水域发现了一大群过客型虎精 这群鲸鱼来自加拿大 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国际水域 三天内都完全没有被发现 直到进入西雅图北部 在野生动物观察组织的帮助下 总共在这个群体中 发现了24头过客型虎精 东太平洋地区主要有三种虎精生态型分布 分别为远洋精、居留精和过客精 远洋精是三类虎精中体型最小的 它们一般生活在离海岸较远的海域 居留精的活动范围则相对比较固定 而过客精是可怕的游荡猎手 与其他主要吃鱼的虎精不同 它们以海洋哺乳类动物为始 以捕食灰精和坐头精等大型精类而闻名 为纪念现代虎精研究先去的加拿大海洋生物专家 麦克尔比格 过客型虎精又名比格型虎精